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412名嫌疑人在警察枪支暴力事件中丧生 12月27日 纽约时报公司起诉微软和OpenAI 指控他们利用该公司内容帮助开发人工智能AI服务 并造成被侵权方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纽约时报公司没有具体说明赔偿的金额要求 诉状称 纽约时报公司在4月份曾经与微软和OpenAI联系 但未能达成友好解决方案 自一年前推出以来 OpenAI因从网络上广泛抓取文本来训练广受欢迎的聊天机器人而受到批评 这次是大型媒体机构首次对此类做法提起诉讼 OpenAI面临内容制作者的多起诉讼 他们抱怨自己的作品被不当用于AI培训 该公司面临文化界人士的集体诉讼 其中包括喜剧演员Sarah Silverman 权力的游戏作者George R.R. Martin 以及普利策获奖作家Michael Chabon 这些案件尚处于早期阶段 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全解决 必胜客正在加州解雇1200多名送货司机 此次裁员将持续到2024年2月底 将影响到萨克拉门托 棕榈泉 洛杉矶和全州其他城市必胜客门店的司机 随着加州的最低工资从每小时16美元上涨到20美元 该州的快餐工人本应在4月份获得近30%的加薪 负责必胜客运营的Pack Pizza 在工人调整和再培训通知 Wang中表示 该公司做出了取消第一方送货服务的商业决定 并因此取消了所有送货司机职位 该书面通知已提交给加州就业发展部 根据12月1日的Wang法案通知 必胜客的第二家特许经营企业南加州Pizza公司 也取消了其内部送货服务 并解雇了841名司机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近日批准了105款新的网络游戏 并表示完全支持中国游戏制造行业 此前官方推出的网络游戏管理办法草案导致视频游戏制造商的股价上周五暴跌 网易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股票下跌了16.1% 在香港上市的股票下跌了25% 腾讯股价收盘下跌了12% 规模较小的在线游戏制造商虎牙直播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下跌了10.7% 造成数百亿美元的损失 草案指出 网络游戏将被禁止为日常登录或购买提供奖励 其他限制包括限制用户可以充值的金额和对非理性消费行为发出警告 2023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的数据显示 2023年中国国内网络游戏市场的销售收入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 玩游戏的人数达到6.68亿